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筹备了很长时间 今天就我们下午的会议就开始了 给我写了一份发言稿 我就不需要照着念了 那就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学 下午好 今天是我们的会议员的讲座有个题目 叫做冯沃兰当代学术讲座 文化学院以前也有两个讲座 一个蔡恩培讲座 一个梁孙明讲座 可能后续再考虑什么时候再开幕那三个讲座 这个讲座的原因是我们最早看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宾寺讲座 前宾寺的讲座也请了很多人去 它其实对一个大学的发展 就借助这样北京大学这个牌子 这个历史文化学院赞助北京大学 也不是赞助 一直是很友好的合作 讲座进行得非常好 那么陈月光又在我们的院长提议 应该还有一个现代学人 那还是汤一介先生 可以作为现代学人的一个代表 搞了这么个讲座 那今天是第三次讲座 我们的题目呢 讲座的题目呢 就是我们一进讲座就看到 等于是纪念梁世明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这样的讲座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对先生梁先生了解很多 他也参与了文化学院的 开始的时代的一些 也我们文化学院这个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院委员会的主席 院委员会的主席 那个时候我也参加完学院 做了院委员会的副主席 所以跟先生就交往非常多 先生的 这则是青东 梁生东 我们交往的就很多 本梁国培树的就交往的比较少一点 那因为这样的活动 文化学院和北京大学 人文社可以联合举办的 这个唐一介当代学院讲座第三讲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持人讲 主持学主单位 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 敬爱的梁先生 纪念梁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 这样的一个学术活动 不过我天一话 我们一般都是让梁先生 我们都称为叫大先生 为什么要称大先生 这是可以领我们回家的先生 我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出席活动的嘉宾 梁世明先生的词词 梁培树先生 去泽孙 清源 清灵 清东 谢谢 还有孙女就是梁桐女士 也好 还有一直帮着梁先生做工作 一些学术性的记录这些工作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维志先生 今天很荣幸 北京大学的教育长 江国华教授 还有中国文化学院院长 陈也光先生 还有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 杨丽华先生 还有文化学院的导师王二强就是我了 深大学国学研究院哲学系教授 天海风险 也是我们北大哲学毕业的学生 也是文化学的导师 然后这是我们北京大学鲁学研究院的 干清松学习 我老把他忘了 他以为他不是北大的 他人大的 其他同志朋友我就不介绍了 我们把时间搞得快一点 还可以 下面就由我们江华教授来致辞吧 好 各位老师 同学 线上线下的朋友 大家这个下午好 我是诚惶诚恐 因为各位在座的专家 很多名字都是我们在书上 媒体上 报纸上看到的 我是这个光华合理学院的 而且是会计 特别微小的一个日常工作的学科 对各位大家都是充满崇拜 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 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意 并与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联合推动举办的重要学术讲座系列 这一讲座系列呢 以当代著名学者 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命名 既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也对继承和发扬 北大人文学科的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呢 很有这个注意 在此呢 我代表北京大学 对道场的学界同仁 对各位老师同学呢 表示这个欢迎 对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举办呢 表示祝贺 汤先生呢 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 标志性的学者 这个我们从读本科开始 那个时候 我九十年代初 其实在学校里最有名的 就是文士哲的这些大家 汤先生在魏晋玄学 佛教 道教 以及中国儒学史等领域呢 都有卓艺的建树 上世纪八十年代 汤先生和冯又兰先生 梁树明先生 张代年先生等一道呢 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并出任的首任院长 数十年来呢 中国文化书院 始终致力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以延成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学恒派昌明国粹 融会新知的精神规旨 也为新世纪国学热 等文化思潮呢 奠定了基础 汤先生晚年主持 如葬的编撰工作 这是北大应该说 在文化领域的 一个重大的成果 现在我开始管文科 有这个儒葬 那是 记得我们这成果 这个文科领域 撑起来 冯高济规 往胜绝学 立旧邦新命 可以说呢 是孔子所称的 仁者之勇的当代具象 本次讲座呢 是汤一介当代学人 讲座的第三讲 由景海峰教授主讲 梁树铭的思想与精神世界 今年呢 又恰逢梁先生 担沉130周年 这次讲座呢 我想是对梁先生的纪念 也是我们北大呢 对梁先生之敬 梁先生呢 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于1915年到1923年 任教育的北大哲学系 是北京大学 人文学科传统的 奠令者之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呢 梁先生不同于 纯粹书宅里的学者 积极投身 乡村建设运动 参与统一建国统治会 及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 以毕生的思想和实践 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寻找答案 这是值得我们当代学人的 建许的 今天的中国呢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 只有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方有自立自强的根基 北京大学 人文以社会科学学科 理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直面时代课题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供思想和学术的有力支撑 愿我们各位同事同仁共勉 祝本次讲座圆满成功 祝唐一届当代学人讲座 越办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江华教授 给我们开这个讲座 做这个字幕 字经词 我就不再去总结 给他再做总结了 我们还简单一下 下面就是我们请杨立华院长 来做个字词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线上线下的朋友们 大家好 本来这个字词应该是 陈月光院长字词 因为这个是 唐一届当代学人 讲座系列 是这个陈院长 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同仁 创意推动的 那么陈老师呢 这个命我 来做这个字词 我也非常惶恐 这个 当然我 因为我们 北京大学人们社会科学研究院 也是唐一届当代学人 讲座的合作方 也是积极参与推动 这个讲座系列的一方 所以我也代表北大文言院 来做这样一个字词 那么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呢 首先当然是 唐一届当代学人 讲座系列的第三讲 刚才国华教长 已经介绍了 唐一届先生的贡献 我这个地方呢 就不赘述 当然因为我是 这个唐一届先生的学生 所以遇到这样的 这个纪念的场合 难免会想到 这个当年追随老师的这个日子 我是1995年 追随唐先生念博士 一直到唐先生去世 在先生身边有19年的时间 今天来做下午这个主讲的 这个景海峰师兄 景海峰教授 是我们汤门的 陈鹏兄应该是汤门的大师兄了吧 对应该是汤门的大师兄 我们这个 然后另外呢 我们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 陈鹏教授 也是唐一届先生的博士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念研究生的时候 正好是陈鹏教授念博士 我念博士的时候 陈鹏教授刚好毕业 我们有过非常长的 这个同门之意 所以今天呢 我讲第一个呼应 我觉得今天这个下午场合 在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精神呼应 和江湖感召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这个精神呼应和感召 第一个方面就是 汤先生和我们这些 汤先生的门人之间的 这个感应 第二个方面的呼应和感应呢 我觉得是 这个梁肃明先生 和汤一介先生之间的 这个传承和感应 那有的时候我们去看 这个不同时代的精神的努力 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你像梁肃明先生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其实是上个世纪 从20年代中期 然后到20年代的前半夜 前期 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 是在北大教书的 但是呢 后来很快就投身到 这个乡村建设运动 投身到这个当时的 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 和政治努力当中 所以刚才 国华教部长也讲说 梁肃明先生不是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输灾式的学者 但是并不是意味着 他不是输灾意义上的学者 他的精神止去就跟 输灾意义上的学者是隔断的 并不是隔断的 不同的这个志趣 在不同的时代 他都有那种精神上的 感通的关系 那汤一介先生 那更多的时间 汤先生更多的时间 是在学校里教书 更多的时间 是从事学校里的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工作 但是汤先生身上 一直有一股非常强的 一个社会责任感 对时代的问题 始终有关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 所以这里面 中国文化书院 汤先生是首任院长 第二任院长是 王守长教授 守长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第三任院长是 陈云光院长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传承 那么尤其是汤先生晚年 这个边如葬 其实我是跟他聊过的 汤先生是明白自己 在有生之年 是不可能把乳葬变完 甚至他也明白 有生之年 是不可能把乳葬精华编变完 但是还是 这个奋力地承担 这个是 这种精神的感召 实际上我到今天 因为我是在近处 能够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不同时代的学者 其实从梁素明先生 这一代的学者 到汤一介先生 这一代的学者 他们的这个表现形态略有不同 但是仍然有非常强的 这个精神的相互的感召 还有一个感召 是我觉得 北大门业院 和北大历史的 这个精神 人文社科的精神传统之间的感召 其实这种精神传统的感召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在中国文化书院上 这个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所以这也是一个感召 在这样一个下午的这个场合 我们又恰逢这个杨素明先生诞辰 130周年的这个纪念 我们在这儿呢 体会 最先贤的这个精神传承 那我就在想说 不同时代 不同环境下 那么学者们 我们在努力地传承什么 我想第一个呢 是面对真问题 第二个呢 是这个传承真学问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是要在每一代都呈现出 这个学术的真精神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呢 我想正是这样的一个 不同层面的精神感召的一个凝聚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我有一些 我的学生 我学生 我的学生 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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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近代的是不研究的 我是到了明末清初 此下我就没怎么研究过了 一直在往前做 海丰兄一直是比较多的关注近现代的研究 所以在梁素铭等先生的思想的研究上 有非常深的造诣 我相信今天下午的演讲 会让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们都有很大的收获 我的发言就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杨丽华的刚才的致辞 我突然就想起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我在北大一晃五十年 这地方我第一次来 可能你们就更晚一点的 第一次来 所以我们这个 叫你们叫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我觉得这张照片一进来 谁都会对梁先生这张照片 产生最大的影响 但这个照片是谁照的 这个下面没有署名 不像西方画 画一号都有个著名 这个王培权 我们北大的 原来的一个体育教员师的老师看 他这照的照片是在梁先生的家里 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图的时代了 所以我很建议这个楼 应该把北大的这些先生的照片都列出来 那么下面有些知名的话可以留下一句就够了 一个照片 这个说起梁先生一个照片 还在北大教印度佛教哲学的时候 还有印度佛教维师学的时候 有一只照片 他那只脚伸得很远 到底要讨论那只脚是谁的脚 后来那是梁先生的脚 这张照片和梁先生那只脚 表现了梁先生的竞争世界 好 我们下面请梁先生的词词 梁培冠军演讲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讲话 好 我不太习惯于这个 不太习惯了 也许讲着讲着会有脱稿奖的那种情况 我一上来就是先进入主题吧 感谢文化书院的举办这样的一些会 要表达是感谢这个 就先说了这 我又转入我的本题 我的本题呢就是说 叫做先富的文化观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观 我父亲的这个文化观 我觉得它是更不是去那个生产手段 它不是这个 它更多的是从人本身 或者说更加从人的心 也就是你的思维感情 这边来看人 那么我还要再说的 我要转向文化的性质 中国文化的性质 文化我们通常会觉得 文化就是文化发达的程度 他的生产状况 他的教育的普及 或者说社会制度如何 但是在我父亲的著作里头 特别是他第五卷 有一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这里面呢 他突出的把这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各有不同的性质 讲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他把它抓住来讲 就是和一般的这种 讲人类历史啊 讲某一个某国历史 不太一样 文化生产的应用 也需要利于人群 一个民族相应的生活 就要有相应的文化 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了 但是先复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 他提出来一个新的说法 认为呢 人类文化实在 其实是有向外用力和向内用力之分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就是 怎么说呢 人类 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 他们就需要安定 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 组成了社会 这个呢 就需要一种文化 把相应以及这种相应的宗教 去维系这个群体的生活 那么这样呢 宗教曾经很长时间呢 这个起着这个稳定人生 稳定社会的作用 这个呢 在西方的社会的历史上 看得更清楚 因为先复一旨地说 中国呢 是战与宗教 圣与家族 所以中国社会的稳定 不是靠宗教来维系的 包括中国的 这个皇帝的制度 统治的方法 和西方都不一样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是 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 也和西方的很不同 我们不用 比如说在欧洲 你一个国王继位 要先到罗马教皇那儿去 请求他认可 这种事在中国就不会有 那么也就是说 宗教在中国 老中国 从前的中国 一方面好像是处处都有 有人烧香 有人在 特定的我想拜一个哪个神 都可以 一个是些普遍 而另一个呢 就是实际上对你宗教支配能力 不像西方那么厉害 这个 这个中国的生活特色 就是家族圣 我父亲说的 圣与家族 但与宗教 那么当然也要说 还有些地区不同 比如说西藏 还有些 少数民族地区 那是不一样的 就是汉族这个地区来说 是但与宗教 正与家族 那么我现在要说的是呢 也是我父亲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 这个这个 之外呀 还差有一句话 有年轻的观点 向外用力的文化 还有一种向内用力的文化 当然所谓内外 都是指着人来说的 那么向外用力 现在可以 就知道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 比如中国人 可以把卫星 发到外空去了 是吧 那么 这种科学 或者这种努力 就是向外用力 这是很典型的 那么 这种 就是西方的这一种 向外用力的文化 现在是已经世界化了 在两三百年以前还不是 现在是世界化 包括我们 最近几十年 这个在向外用力方面 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 但是呢 这个向内用力 就是说 文化有向内向外 两种性质的不同 这一点 好像 没有特别去注意 好像这个 发射卫星也是文化 也是科技 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态度 那我父亲就是 就注意到 这个文化的 向内用力 和向外用力 向内用力 也很明显 一个例子 就是 一上来就说 我一天 无日三省无身 就是每天要 围顾自己 我今天怎么样 我做得如何 许多事情都可以证明 中国文化 中国的社会 一个特色 就是向内用力的作物 当然 一个民族的存在 不可能 纯粹是向内用力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 听大家 和中国相比较 西方的这个升起 就是 向外用力的成果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就是说 在历史上 叫的是 文艺复兴 从这以后 在欧洲 宗教的力量 宗教对人的支配能力 渐渐减弱 那么 就是 在这件事情的 另一方面 就是 向外用力 所以这个 和谐基督的发达呀 西方整个的 社会变化 然后 西方社会又 像 其他的各州土 传播他们的文化 所以 这个 到现在来说 可以 差不多讲 西方化 已经世界化 原来 各民族的 自己的生活方式 渐渐变大了 这个 西方国家 从 宗教的控制下 走出来以后 就是 自尊主义的 大发展 就是 这个 用我父亲的观点来看 这个都可以 规矩于 向外用力 这个也可以想 向外用力 包括了 我们如何利用自然 如何 包括利用 包括制造 这就是 向外用力 那么 这个 这些 西方 历史就很明白 他们向外的扩展 他们把 其他的民族 作为奴隶 这些都是 都是向外用力的 这个明白的历史 但是 在中国的历史上 没有 像他们这样 明确 明目张胆的 向外用力 请注意 也是 这个 那个 取得了 物质消费的能力以后呢 中国社会 也在 取得一些变化 这是 有的 在中国 已经是 引起了 社会转型了 我对于这个 这个社会转型 这个 就说到这 我们换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 这个社会转型 这个历史 这是 就是 我不仅说的 那个 向外用力 这个 这些 征服别人 自己享用 利用自然资源 所有这些 都是 这个 向外用力 征服自然 要为 让自然为人服 同时 也要 攻克其他的 问题 都属于 向外用力 所以 向内用力 就是 向自己用力 在中国的老文化里头 这个 向内用力的 事实啊 可以说 随处都有 那么 包括许多制度 包括习惯 包括一些什么 家庭的 传下来的规矩 都是要求人 向内用力 特别是 要求小辈 要对长辈 保持一个什么态度 都是向内用力 这个是 中国老文化的 向内用力的特点 非常非常明确 但是呢 人类并不是 只有向内的 用力的必要性 这个人类生活呢 固结起来啊 还有向外用力的 一面 向外欲练 向外用力呢 这个 就是让 自己以外 不管是自然界 或者是 人类社会 别人都适合 我的意思 和适合 我的 利益 所以 这个呢 和老中国社会 那种 向内用力 克制自己的 不同 这个在 包括在西方 他们也不是 一贯 在宗教圣的时代 他们都是 西方人过得 也是向内 向神 屈服的 这个生活 后来他们 把神 淡化了之后 就 出现了这个 物质文明 也就是 向外用力 但是 这个 向外用力呢 心中能 一切都合自己的意义 他要求的是一种 和别人相斗的 这种趋势 另外一种就是 在老中国里 曾经被当作 正 正常 状态 或者正统 就是 像那一个人 每个人 都 按照自己的身份 辈分 去生活 儿子 你就要 这个笑 这些话 你听就明白 这个 中国人 老社会 中国的老文化 是 让人 向内 可以说 这个 向内用力 在其他的人类社会 也都会有 不可能 每一个人 一天到晚 都是向外 必然会有 向内用力的社会 这种必要性 这个可以说 在向内用力方面 中国人强调的 是股份 或者说 成为向内用力 这方面的典范 谢谢 谢谢 刑官先生的 这个 这个 刚才的 自己的一个介绍 其实 也是在介绍 梁志明先生 同时他 对梁先生的思想 做了一点 发挥 其实这个发挥 也没有离开 梁先生的 那个思想本质 这个 内外的文化 内外的哲学 一直是 这些关注的 一课题 那么 梁先生在 他的生命 过程当中 向外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 他做社会调查 在这个州县 那对我们的社会学 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向内研究 自己的思想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 叫纠言决议论 应该是一个 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 向外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辩论 是梁先生 在解放出席 跟毛宗的辩论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内部文件 毛选的五件 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这样的学人的精神 和学人的精神实验 对我们的讨论会 对我们的启发会 很有帮助 那么我们下面就请 金海峰来做他的一个报告 梁先生的思想和梁先生的精神世界 谢谢 谢谢王老师 也谢谢江教授 还有杨院长 这个陈院长 宗敬的 陈树先生 及梁先生的 亲人和故旧 宗敬的各位师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 这个收邀呢 来做 关于梁先生的 思想和精神世界的 这样一个 我的一点 那个心得体会 刚才听这个 陈树先生的 这番话 不由得使我想起 四十年前 当时我在北大呢 是跟陈树先生 做这个 说事论文 当时我的那个选题 和做的是 关于这个 熊世利先生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 阅读的过程当中 这个发现 就是熊先生跟梁先生的 这样一个非常 深厚的交易 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 那么在1984年初 就去 有幸拜会了梁先生 当时梁先生 已经九十一岁高龄 这个陈树先生 今年已经九十五岁 那个时候 见梁先生 那个他的 这个 这个还要谈 那么跟梁先生的 一共见过三面 第一次呢 是因为 要讲那个 他和熊先生交往的一些 这个缘由和经历 以这个为话题 然后 当时那个武汉大学的 郭契永教授 他也在做那个熊世利研究 我们是同期在写这个论文 所以我们结伴了 去拜访了这个梁先生 到了那个五六月间呢 汤仁健先生 还有我的那个师弟 这个王宗玉 也包括主持人 这个王守长教授 我们都一起去 当时就把梁先生 手里从有的一些 他和熊先生的通信 都是六十年之前的那些信件 然后这个拍下来 后来这个 我在八五年呢 就编了那个实例书简 所以这段往事呢 等于今天想来 已经是四十年前 而且也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中国文化书院 和这个梁先生呢 结下了这个深厚的 这样一个情谊 就是从这个八四年的夏天开始 这个中国文化书院的 和诸位导师 汤先生他们 那个跟梁先生们 这个来往非常的频密 然后也邀请这个梁先生出山 成为这个中国文化书院的 院务委员会的主席 然后以这个九十多的这个高龄 又做狮子吼 在当时的这个中国文化大奖 当时的这个讲习班上面的 发表演讲 可以说轰动全国 所以四十年后到今天 很多人呢 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 成为这个当代中国文化 这个史上的一段佳话 所以在今天这样这个 我们纪念这个梁先生诞成 一百三十周年 由这个中国文化书院 和这个北大的这个文言院 再来合办这样一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也是对梁先生的 这个伟大精神的 这种感召力的一个回响 也是一个最好的纪念 那么我也注意到 这个十月份 重庆那边 也开了梁先生的这个纪念会 也是各界人士都参与了 那么今天这个讲座的 我受邀能来做这个主讲的是 非常荣幸 因为我研究这个 现在哲学起步 所以比较早的 接触到梁先生的这个 作作和他的思想 跟他也有当面的这种请教 那么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梁树敏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这个梁先生的一生呢 以95高龄 可以说是经历了这个中国 这个现代的一段漫长的历史 从这个1893到1988 那么这一段历史 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史上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 那么都是一个波澜壮阔 这个有非常多的故事 非常多的令我们后人来 回味和要继承和研究的内容 那么梁先生的一生呢 这个他也写了很多书 他的这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履历 这个从他最早 然后到88年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丰沛的 这个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 这个宝贵的精神遗产的 这样一个实际老人 那么梁先生的这个著作呢 也有很多 我简单的概括就是一三五 这个一呢当然就是最有名的 当俗那个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这个也被视为是现代新辱学的开山之作 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本 中国现代哲学的经典著作 那么再加两个呢 就是三呢就是相中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药益 这个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实践家的梁先生 他的那个相中建设理论的著作也有很多 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相中建设理论 那么然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观点概括 都是集中在这个中国文化药益这本书里 是49年底出版的 那么如果再加两个要我选的话呢 那么当然就是印度哲学概论和 人心与人生 那么这几本著作呢 应该说在现代中国的这个思想史上 都留下了他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具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从三个方面 对梁先生的这个思想 这个稍作苏理 那么以此呢来看这个梁先生的 作为一个这个二世纪的这样一个时段的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相簿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他的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那么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成长过程 他的家庭环境 他的从小所那个受到的教育 他的一些这个最早的一些记忆 对他的这个一生的影响非常深的 那么梁先生的这个 从他的曾祖祖 这个梁宝叔开始 到这个他的祖父梁成光 那么都是做过知府 可以说都是这种 进世之后呢 在这个世徒上有作为的这种 这大夫 但是到他的这个父亲梁济先生开始 情况就有变化 他中举之后 等于是处在一个新旧交错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对梁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到了这个梁先生 所以早期的这个思想里面 我们看最早他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可以说他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叫 我早年思想的这个再转再变 里面他有一个明确的归结 就是有这么三个时期 那么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他的少年开始 那么当时呢 他是在这个宋天宗学堂这个开始这个就读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 他所受到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影响 那么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生的一些 这个对社会的了解 那么都是充满那个大变革的这个时代 这些这个新的因素 就是尤其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所面临的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强力的这个禁忌 可以说是这个有一种这个节节 这个后退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当时人们的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那个 想法和情绪呢是非常的这个强盛 所以梁先生在他的这个少年时代呢 也就立定了他勋中的这样一个价值标准 用厉害得失来判别是非善恶 然后把这个就是他父亲当时的一些思想呢 视为是一个他要去学习和效法的一个内容 梁继当时呢 他对那个亚军战争以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危在形势呢 也是非常的那个 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是受到这个曾光泛他们运动的这个 从上世公分析的古当 那么然后呢 这个也讲这个功利主义 以这个有用处的来评价这个世间的解释 就是有用处就是好无用处就是不好 那么梁继呢尽管也中举 但是他对读书人或者对传统的这个科学之徒呢 并不在意 他看不起这个作文章的人 那么时常这个叹息痛恨 中国事情的为文人所恶 所以他的这种这个务实寄虚的这种新思想呢 对少年梁树民应该说是深有影响 所以那个后来梁贤归纳他父亲的这个 就是所谓近这个古代墨家一流 这个和那个艳里学派呢 也有一种衔接 那么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节节的败退 实事不如人的情势呢 可以说对这一代人是有相当大的一种这个刺激 所以他代表了二世纪初 很多中国人的想法 那么也这样也深深地影响到了 这个梁树民少年时代的这个看法 但是梁氏父子呢他又有区别 就是原来是这个都对梁任公先生的这个 君主立宪的这个主张呢比较清新 但是辛亥前夕呢 这个梁树民先生呢开始发生转变 他主张呢就是要革命 从这个立宪的这样一个变为这个同情革命 所以和他父亲的这个到了这个就是 民国之后呢这个思想呢开始有一些 这个开始有一些不同 那么当然和他在顺天中学堂所接受的教育 和这些新文化的这个兴奋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他在这个顺天中学堂呢 有很多这个这种有新思想的一些同学 像这个引导他后来加入的那个同会会 精进支部的那个生源系 还有一些这个新思想比较强烈的同学 对他生有感染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有一些和他父亲早年的 这种主张改良的这样一个想法 就有了这个区别 但是这样一种情景 他还是有一种抱着急切的 来救满社会的这样一个功利的这个想法 所以梁硕明先生这个 苏贤中学堂毕业之后呢 可以说是比较早的这个 介入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活动当中 他在苏贤中学堂五年半 毕业之后呢 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社会 最早呢是做那个民国报的记者 而且是跑这个外勤 那么正好是在这个明园 那个比较红乱的时代 他这个目之所及呢 看到了很多 就是常人可能不一定了解的一些东西 因为他接触到了很多社会的 这个民流各色人等 从总统府国务院下的社会团体 那么他都有这个了解 那么这样当时这个民粗的那样一个 决心的养成 这个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他对社会的很多这个情形呢 这个可以说是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民国成立之后 这个原本人们以为这个政治改造 这要求已经达成 或可以说已有希望 但是呢事实上大不如此 反而一年远似一年 一年这个不如一年 所以刚开始还有希望 那么后来呢越来越绝望 这个可以说是表露了他当时 对这个社会的一种心计 所以因为这个政治上的觉悟呢 梁先生在这个民国报做了一段之后呢 那么就自动脱离出来 也不参加这个同盟会的改组之后的这个国民党 而这个居家呢 这个来自学 那么在青年梁树民的心中 当时有两条这个路径选 或者说在当时他的这个思想的内里呢 有两个关键的因素 一个呢就是急奉于社会上的 种种不平等现象 对这个社会主义呢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兴趣 甚至是抱有希望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纠结于这个人生苦乐 然后由此呢 罪行于仇教 那么在早年他接触日本的一些 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著作 尤其像这个星泽秋水的 这个社会主义神水这一类的书 那么对青年梁树民的影响甚大 所以他自己呢也栽露了一些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言论编为这个社会主义脆言 然后这个 这些这个著作里面呢 表达的都是对社会的一些这个形成改造的这样一种这个志向 这种不平之气呢 遇到了这个社会上 当时民国初年的这样一个混乱的这个状态之后呢 很快就激发起了他的一种这个志向 就是要改变当时的这样一个这个社会 对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呢 它是非常的那个 就是非常的有一种激愤的这种情绪 但是当时的这个梁树民呢 它只是一个情感的中芽 就是跟后来的 它对中国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看法呢 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们说 后来它的一系列的这种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呢 跟它早年的一些经历 跟它对社会最早的一些印记和认识呢 是有着这个直接的关系 就是痛恨不合理的人生和社会 新同改造之志 这个从而形成了和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的 这种生同气球的一种情节 这个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 这个一生都有这个印记 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对这个社会的无望和绝望呢 他只好以这个出世避世的这个态度来对待 所以从这个二岁起 这个梁先生呢 很快就随着这个政治理想的破灭 可以说对这个佛教呢 大感兴趣 我们看他在晚年总结他早期思想的一些话 那么这些话里面呢 他非常的明白无误 表露出了他当时的一些想法 就是对这个佛教呢 有一种痴迷的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这个也是决定了这个梁树明一生 或者他的这个思想的内力 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和佛教的这样一个深深的结缘 所以从二十岁开始他就那个对佛教的典籍呢 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 甚至一度呢 这个抱有这个出家的这个念头 那么当时他主要是自学 那么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了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 完全沉迷在这个佛典当中 当时那个琉璃厂的那个友证书局还有文明书局 包括这个金陵课经处的一些木刻的佛经 可以说他都有这个非常广泛和深入的阅读 那么这样呢 给这个梁先生对佛教的这个了解 对佛教的学习呢 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 也是他后来能够很快这个多颖二出 这个写了那个《九元九余论》 然后在北大这个教这个为实 教印度哲学的一个主要的 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准备和铺垫 所以这个初始主义的这一段呢 我们后面还要分析 他对梁先生的一生呢 实际上是冥想至生且聚 那么在当时的一个结晶 或者是一个代表性的成果呢 就是这个《九元九余论》这篇长文 是吧 这个发表在当时这个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上面 那么这篇长文呢 我们在今天看梁先生的一生 他的思想的很多的那个变化的来由 都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这个因素 那么这篇长文章的这个启游呢 是因为他的一个关系非常近的一个 比他只年长八岁 但实际上当时资历是很老的一个民国初年的一个报界文人 叫黄远云吧 也叫黄远生 那么他跟梁先生的这个关系呢非常好 有一些这个往来 梁先生编那个晚舟汉文昌的这个黄远云给他这个作序 然后在1915年当时这个袁世凯的这个一致复辟活动 因为那个黄远云的这个名声很大 所以被元党所逼呢 他写了些东西 这个语意模糊 态度默然两可 这个当时梁先生呢就去信责问他 然后这个黄远云呢 他也作书回答 后来呢这个黄远云为元党所逼逼走上海 随即发表了真名反对帝制 那么等于这个真相大在于天下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黄远云 这个在美国旧金山对那个党人误杀 因为这件事情呢 对梁先生的这个影响特别的大 那么他深以为痛 所以在知道了事情和读了 那个黄远云的这个忏悔录 响影录这些文字之后呢 他是非常的悲伤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就把他当时对佛教的一些理解 把一些想法呢 这个把它写了出来 然后表达对黄远云的一种 一种积淀和怀念 所以这个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 那么这篇文章呢 他尽管这个是一篇长文 不是一个著作 但是里面的内容呢 又是非常的丰厚 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就是佛学如宝论和这个 佛学方便论 前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谈本体的问题 后面谈人生的问题 那么所谓这个揪源呢 就是要揭示这个佛法的根本 对那个宇宙之真万物之本 把这些这个道理呢 要讲出来 那么这个就包括里面 对那个清末的 这个佛教的一些反思 包括这个从张太炎到这个 谭思东 杨启超 他们从这个实用的角度来 武藏佛教的一些反思 那么他认为这个 如果把佛教呢 只作为这个发动革命 鼓动这个民众的一种武器 这个是不够的 应该把佛教的一些 更深刻的道理呢 要讲出来 所以他认为 这个习福者呢 这个不认揪源 这个避讳玄谈 得少为主 这个就是漠视了 这个佛教的高深的礼性 就是对这个诸世间法的这种 他的这个哲理呢 这个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个揪源的这个部分呢 它这个内容很多 内容很多 那么其中呢 我们看梁云昌在一开始 在讲佛教 他不是完全 那个按照这个传统佛教讲 他里面这个 受到就是这个民国初年的 这个西学的一些影响 他引了大量的那个西人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在讲到这个揪源的时候 他就引了那个 写那个乌合之重的那个 勒胖的一个著作 叫做 这个物质新笼 那么然后从那个勒胖讲这个物质 和这个佛教里面讲的一些问题 他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也还引到了这个西哲的一些观点 和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些佛教经牌 比如把那个威士的这个一些思想 这个三弄的这个八部和华言讲的六项 和那个康德的这个现象 和这个物质生 杜本华的这个抑郁 还有这个英国随费家的这个不可知重 这些东西呢 他都有一个比较 所以他的这个佛教研究呢 这个不完全是传统的 已经有这个一些他的思考 尤其是在民国初年 那个西方的这个思想和哲学传播的 这个背景之下呢 他是有意要有一些这个融合 那么这个绝缘呢 从本体上 他实际上的弄证了佛教 知为佛教的根本 就是书式兼法 那么揭示出了存在的虚妄 人生的荒诞价值的 无从安利和意义的泡沫本质 那么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根本性呢 这个讲了出来 是从本体的这样一个意义上 这个来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他的理解 那么然后他强调就是 这样一种这个知识跟 当事人们所追求的这种这个知识呢 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知识 而是觉觉 这个 就是 这个初世间呢 是一个信仰 那么梁先生在当时的这样一个佛教的 这个 这种这个 同谜的这种状态之下呢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构成了他的个人的信念 就是 他认为这个一切的这个自然规则 和德性的规则呢 都有他的虚妄的一面 那么要了解到这些虚妄性呢 我们就要明白这个佛教的这种根本的这个道理 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案例呢 都是空讲的 像这个人生的这个价值 还有 很多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在这样一个根本性上呢 就被消解掉了 所以我理解就是当时梁先生 对佛教的这样一个 同性 他和民国初年的这个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呢 是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在传统信仰崩溃之后 这个士大夫阶层呢 是处在一个 彷徨的 彷徨无忌的这样一个 精神的一个散落和 迷茫的这个状态 然后通过这个 接受西方的很多东西呢 也没有得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样就是又不甘于这个回到传统 那么然后在这个佛教当中呢 就可以说是非常曲折地 找到了这样一个 一种回想 所以在 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本体的这部分呢 他大概是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 在讲这个人生问题的时候 就是佛学方便弄这个部分呢 那么他又不是完全按照前面的那样一个本体理解 就是梁先生他讲这个 佛教的是以出世间法 这个 就是 就是救拔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 出世间法而不救终生者非佛教 或者说 这个 主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也非佛教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要以出世之情怀 这个 做这个入世之事业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 就是在他后面讲这个人生论这部分呢 这个也有表达 所以这个 这个决议呢 一方面就是他要强调这个佛教的这种本体的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 但是呢 在这个讲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又和当时就是近代以来 那个佛教的一种核心的很多思想呢 又有某种连接和互动 比如说这个张太炎的那个飓风进化论的问题 那么这个聚焦于这种所谓人生的苦乐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 他的这个后部分呢 对这个苦乐问题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探讨 这个都是接着那个张太炎的 那个飓风进化论里面的一些说法的 来做一个发挥 所以这样一种这个 这个思想 我们看在《揪缘决一论》里面 他就表现出了某种 多元多样的这个形态 可以说有某种 绘达的这样一个 就是他不是说完全去 把这个佛教的作为一个唯一的这个 这个更新的这样一个内容 他也要结合那个现实的很多问题呢 来展开他的思考 那么这篇文章呢 应该说在梁先生的这个 一生当中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 也可以说一个奠基石 也可以说他走入社会的一张 这个入场卷 因为如果说按照那个 梁先生当时的这个 对佛教痴迷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可能跟这个社会的这种隔绝呢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 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呢 这个催促他重返这个社会 那么有这篇文章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 一种进入社会 返回那个社会状态的一个契机 所以尽管后来 这个梁先生自己呢 对这篇文章呢 有一些检讨 甚至是言辞自责 这个为之荒谬糊涂 足以误人 但是我们看在梁先生的早期著作里面 还有他在这个人生经历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那么因为这篇文章 他揭示了一大批学术界的朋友 也包括后来 他同时这个社会活动的 一些这个政界人物 实际上都是有一些 这个佛教背景的 那么可能早年这个 对梁先生这些佛教的 这个思想和研究呢 都是他们结缘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那更不用说和那个 熊师李灵仔评 这些学界的这个人物的交往 那么都是和这篇文章 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后面要讲 他在北大获得教习 那么也是因为这篇文章 所以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说 他是梁先生早年思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那么他进入这个北大 当然是有各种机缘 就是在1916年 以这个 梁先生出掌北大之后 他要约请一些人 来充实这个 这种新的这种知识的这个传授 那么他对那个印度的 文化印度哲学呢 也有他的理解 他想在北大开具方面的课 但是苦于找不到人 所以他在回国之后 在上海呢就看到了 东方杂志的这篇文章 然后对梁先生就大感兴趣 所以在1917年呢 这个梁先生就因此呢 这个被拼到了北大 做那个印度哲学的讲习 当时这个梁先生呢 在这个旧派人物当中 不是说那个新华运动的那些 这个西华派人物 就是那个传统的这些旧学者里面 那当然他是一个 还没有太大的名气的 只有24岁而已 那么跟那个顾鸿铭 这个黄坎 那个刘世卑这些人相比 那他是没有什么地位 但是我们看 他在到北大之后的 这番这个 就是这个表态 或者是他的一个 相当是个旧直演说 所表露出来的这种心迹 和这种不同反响 这个是非常的 从今天读来的 都是觉得这个 他是非常有一种气魄 有这种担当和气魄 所以他的这个 所谓要替那个世家孔子发挥 不做旁的事 那么确实他的一生呢 也是按照这样一个 志向 按照他的这样一个想法来 往前走 那么 梁先生的那个 最早的这个 当然他是教那个印度哲学 就是开这个印度哲学这个课 那么当时那个 蔡先生要 聘他来做这个印度哲学讲题 这个梁先生感到为难 说 据我所知 无论这个欧洲或者日本 讲印度哲学呢 都不包括口学 一般都是讲这个六派哲学 那么 他说我对这个六派哲学这些呢 并没有什么研究 怕不能胜任 这个蔡先生就说 这个 没有发现旁的人 对此更精通 大家都是知道一点点 这个横竖差不多 那么你就大胆来吧 那么这样这个表现出了 就是蔡校长的这种 这个这种气度 和这样一个不拘一格的心怀 他是在这种鼓励之下呢 等于是接下了这个印度哲学的教习 但是因为梁先生当时 对这个六派哲学他不熟悉 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教法 和这个内容呢 基本还是以佛教为主 就是 他说那个西文和日文的这些 讲印度哲学 只讲六宗而止 不及于佛教 而他的书呢 是则以这个叙述佛法为主 反而是兼及六宗 所以跟那个欧美的 日本的这个讲印度哲学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1918年 这个商务出的 这个印度哲学概论里面呢 可以说 表现出了梁先生对 这个东方文化 尤其是对印度的这个文化 对这个佛教的一些 系统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他这个形式上是一个教科书 里面可能也有一些 从那个日益过来的 或者他的那个前任 就是他没有到任的时候 是那个许记上 先来开这个课 可能从那个吴成士啊 他们时候拿了一些 那个日文的那个资料 然后来编的这个讲义 他可能跟这些储备 跟这些这个 之前的这个都有一点关系 但是我们看后面就是 梁先生所要对这个印度哲学的展开呢 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那么这个里面 我重点讲三点 第一个呢 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这个是对哲学家的梁树 尤其重要 所以我们从东西文化哲学里面 不一定能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从这个印度哲学概论呢 可以看出这个梁先生的 这种哲学的一种秩序和追求 那么关于那个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这个梁树明呢 他做了一些概括 那么对那个印度哲学的一些派别 他都有那个清楚的概述 就是除了这个六派哲学之外呢 他对那个四大外道的这个 尼建和这个诺奇兹两家呢 也有些这个叙述 包括这个宋世龙一派 他也讲了很多 那么他认为这个六派哲学的共同特点 就是寡欲涉心 这个可以说是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主流 那么只有那个宋世龙呢 是极端的印度的这种不信凡神 不信三世 不信灵魂的 这个就是禁于那个唯物的这种 这个这个见解 所以这个后来 康云童先生在那个 印度哲学 指探里面呢 他也有一个概括 他说印度学说 那个宋派极杂 燃气要义问题呢 就是这三点 一个是夜暴轮回 一个是解脱日道 还有一个人我问题 这个大概跟那个梁树明 在1918年写的这个印度哲学概论的 这个对印度的思想的一个概括呢 是一样的 就是他强调这个六派哲学呢 他实际上也不敌宗教性 尽管后来这个 把他以这个哲学之名概誓 但实际上他还是讲那个宗教的一些 这个问题 就是印度哲学呢 要用宗教的这样一个眼睛和心态来求知 那么宗教作为一个 就是信仰的这个体系呢 它是有三端 这个地方我也列出来 这个就不说了 那么这些内容呢 它等于是要理解印度的这样一个文明 把握这个印度文化的一个要点所在 那么这个跟现代或者说欧洲文化里面 对那个哲学宗教的很多理解呢 就不一样 就在印度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宗教和哲学 它是一个一二二一的红绒一片的 所以后来在二十年代 这个内学院真 这个欧阳他们也反思这个问题 讲这个佛法的这个 非哲学即哲学 非宗教即宗教 也是要强调这个印度的这个文化 这个佛教的这种 就是它是一个宗教的这种形态 但是它是又包含了这种哲学的思想 它是宗教和哲学呢 这个融为一片的 所以依于上述的这个特点呢 这个梁寿明在1910年代 就已经强调这个佛教呢 是宗教以非宗教 非哲学以非抵视哲学 尤其是大乘 这个除了那个净土宗含这个宗教之质分外 那么像这个原教这个各派 还包括动教这种直指本心的 那么都是 这个这个是两相融合的 所以它说 如其认这个佛法为宗教 不如视为哲学 就是这个特征呢 是它在印度哲学概论里面 用了很多材料的反复伸缩的一个要点 那包括这个佛教的一些 那个一些这个认识方法 包括六派和那个佛教的一些认识方法 就是它的一些特殊的这种 这个特殊之处 就是它是比如说 这个是以这个墨实的 或者是这个 就是一种这个 所谓禅定 或者是那个正会的这种方式 跟那个现代这种知识弄的这种 这个理解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 对这个本体弄的一个反复的伸缩 这个是接着那个 这个救援绝育论里面 对这个本体问题的一些 更细密的一些研究 它对本体弄的这个问题 做了详尽的概括 就是每个问题里面呢 它都有很多的材料 来讲这些思想 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这个里面实际上 跟现在哲学的很多那个问题 很多观念 包括这个中西比较 这些话题都有连接 因为这个里面 它引了那个 马克斯密尔勒 还有像这个德国哲学家 多一生 对那个当时那个繁文 和那个印度宗教研究的 很多这种材料 可见就是那个时代的这种视野 它还是很开阔的 等于是这个佛教研究呢 它是具有一种这个中西的 这个比照的一些背景 然后它对这个 本体弄的这个概括 是印度哲学概论里面 接着这个绝缘绝一弄的 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生长 和这个丰富化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在那个认识弄方面 那么那个印度哲学概论 也有大量的这个篇幅来讲 那么它讨论了这个知识的来源 知识是界限 知识之本质 这么几个大的问题 然后 这个每个大的问题下面呢 它又分了一些很细的这个 细目呢 来那个 来加以展开 还有就是 这个讲这个所谓世间论 除了那个本体和 这个知识之外呢 它对这个人生 对这个世间论 也有这个大量的篇幅来讲 那么 杨树明的这样一个 维持社学 那个印度社学概论的这个 这个著作 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启发呢 就是 他对印度文明或者是印度文化的一个理解 是他在阅读早期的这个 这些佛典的这个基础上的一个进一步的开拓 所以他在东西文化及哲学里面 不只是讲佛教 而是把这个印度文明作为和这个中西来对照的一个形态 那么这个显然 那么这个显然就不限于那个佛教的问题 他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那么这个是得益于他到北大之后呢 是讲印度德学的这样一个课程 这个 所打下的这个基础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佛教阶段的一个尾声 就是那个《为师书役》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 他在他的这个 这个《思想体系》里面呢 算这个阶段的一个 没完成之作 他也无心于此 因为在这个时期呢 随着那个文化 东西文化的讨论 他开始呢 这个投入到关于东西文化的那些 那个弄辩当中 他对继续只是讲印度呢 已经这个没有兴趣 但是因为当时北大要开这个课 他要开这个为师的课 所以后来呢 这个就写了那个《为师书役》的这个第一册 他本来这个计划呢 是要写这个三本 但是那个后面两本就根本就不可能再 在这个写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为师书役》的第一册 这个是在1920年 这个出 但在实际上那个《为师书役》在出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注意力和他的重点都已经放到了那个东西文化的 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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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的那样一些话题里面 那么这本书呢 里面有一些问题 实际上也是错在人寻味 包括它和后来的这个人心与人生的关系 这本书呢是梁先生晚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那么如果我们要追寻他最早的一些思想动因 一些问题 那么可以从这个《为师书役》里面呢 能够见到一些端倪 另外呢就是因为后来 那熊世里先生是接他这个为师课的 是他的这个继任者 那么熊先生那个讲为师的方法和他的这个为师书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梁先生讲这个为师书役 他不是按照那个比如说 为师的那个《百法明目役》啊 按照那个为师的那个系统体系的那个框架来 这个做的这个研究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梁先生的这个思想呢 就是转入到了那个所谓第二个阶段 就是东西文化的问题 这个也从那个佛和儒的关系问题呢 就是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向 就是所谓的由佛转弧 从这个出世呢变为入世 这个这个过程呢 我想在梁先生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 是一段非常紧张的 也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时期 那么作为这个二十来岁 他的这个社会阅历 他的这个知识背景 那么这些东西呢 这个在不断地撞击他的一个心理 对他这个造成一种紧张 所以他这个时代的很多文字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中间的一些张力 就是他这个左右不分圆 这个按西方的他又不乐意 但是回到传统他也不是他之所愿 所以怎么走呢 这个路怎么去选择 那么对他当时的这个状态来讲呢 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和痛苦的一个选择 就是如果是窃视出世 然后或者是耗蓝事件事物 那这个紧张这种对抗 在他的思想深处呢 造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一些表现 我们读他的东西呢 是要从那个时代的一些 他的一些特点来切入 所以这个游户转入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 我从佛教就跳到这个路下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实际上呢是一种深刻的这个思想的一种紧张 各种这个冲突之后呢 那么他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呢 我们说跟梁先生后来的人生近况 是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在后来的这个梁先生的这个形象当中 他是一个奋斗者 是一个社会的改革家 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勇敢的战士 所以跟那个早期比如说这个佛教的 这个痴迷状态的这个梁树民 汉若梁树民 那么这个梁树民呢 那么大概是我们今天可能比较熟悉的 或者是讲的比较多的这个梁树民 就是他的这种使命感 这个滋民不凡 从这个初始意念跳出来之后 这种曾鸣好胜的这种精神状态 或者说他的一种 那个很强烈的这种扩认感 对社会的这种担当 这种使命 那么当然在进入北大之前 他有这个表达 但是从他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学问的这个内力来讲的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进北大之后 他才逐渐的有这个变化 有这个变化 所以那个东西文化基地哲学呢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本书呢 是以这个关心当时人们所 急切地要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这个展开各种弄战 这个讨论的这个如活如荼的 那么一个状态当中呢 他跳在里面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跟那个早期的这个情形 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有一种 现实关怀的那种情感 是一种这个植树心意的一个畅发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是从这个佛教呢 变成了这个儒家 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这个文化观的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这方面呢 我想可能学界或者一般人 就稍微熟悉一些 跟那个早期梁树民的这个佛教阶段 或者那个背景 那些内容呢 可能就稍有不同 我就稍微快一点讲 那么这个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 这个新华运动的发生 他是在中国 从这个18斯林亚电战争之后的 这样一个千仓百孔 这个左冲右突 左右不分源的空境当中呢 走到的最后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大决战 思想或者文化的这样一个大决战 黄远庸在《原生一度》里面 有这篇文章 后来我们讲那个 八十年代讲那个文化的几个部分 我觉得他讲的最早 他这个1916年就这么讲 就是当时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这个过程怎么来的 一步一步的 怎么从器物到制度 到这个文化到思想 这个过程的一个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有很清楚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梁先生呢 他在北大的 就是初入北大 他一方面是教的是印度哲学 好像跟这个新文化跟西学呢 有一个距离 但是他不可能不受到这些 新式人物的感染 尤其是这些 这个这种 这种新派人物 当时的那种强盛的状态 肯定对他是有一种刺激的 那么做一个年轻人 他不可能沉迷在那个 印度或者这个老的这些学问里面 他肯定是关注这些东西 所以他等于是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被逼迫出来 追破出来就是要加入到这些 这个弄争当中 他说这个新青年杂志 批评中国传统化非常分利 他说他们可能是随便说说 之前那些人也很痛苦 不是说随便说说 那个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仿佛好像是个人讲个人的话 其实不相干 仿佛被敌人打伤一枪若无其事 但是他说他自己的内心呢 就感觉到这个过不去 要么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新的解决之道 所以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强烈的使命感 和当时的这种文化弄战的 一种刺激之下 那么他是要来回应这些东西 那么然后才投入到了 当时的那个文化弄战争 并且很快成为其中的一派 或者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么这个过程呢 当然它不是一下就过来 它是中间有一些细节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这本可以说是二世纪 这个中国人写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就是一直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我们今天念中国现代的这种思想 或者要研究中国现代哲学 研究中国现代文化 你是必读的一个经典的著作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著作 它的意义呢 当然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那个新辱学思潮的一个开山 那么这本著作呢 可以说是一个奠基 就是这个也是学界公认的 就是如果从1921年开始 那么有所谓现在新辱家 或者现在新辱学思潮的 这样一个开始 那么当以那个梁先生的这部著作呢 作为他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本著作呢 前面的四章呢 是陈正和那个罗昌培在1920 1921 分别的一个记录高 然后第五章呢 是梁先生自己补写的 所以这个演讲的问题 那个我们上周在 拍那个梁启超的这个150周年的演会 陈平原有一个大会主题发言 他就讲那个演讲 那个演说家还有这个演讲 在这个晚清到民粗的这个时段呢 也是文化界的一个奇观 很多那个很重要的著作 不是写出来的 是这个是演讲的一个记录考 这个梁先生这部这部著作 在很大之后呢 他也是当时的这个演讲运动的 一个结晶 那么这篇 这本著作里面呢 他实际上跟整个那个 新华运动时期的那个 文化大讨论的各派的这个观点 它是有一个呼应性的 它不是孤零零的 不是良心自说自话 它都是有很强的一种这个回应性 比如我们看那个打开第一篇 那个薛容帝最开始 他举到的一些人物 这个他要去回应的一些著作 都是非常那个具体的 就是包括那个 一些国外学者的一些 一些对那个中性化的去看 它都是有一个针对性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看梁先生的 他的那个文化的一个理解 他说文化业者 这个为人心之有龙极也 所谓龙极 这个自其调细言之 就是调分细缕 调细言之呢 则为疏解析所益 自其这个调贯言之 则为贯通所同 就是一个呢 是从那个调分细缕的 这个一个外言的这样一个展开 它所包含的一个内容 那么就是这三个方面 人生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方面 物质生活方面 那么这三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了八十年代 文化大讨论之后 大致还是一个 比较套用的模式 这个各家的分析 各派的这个说法的 基本上是从这三个层面来切入 当然这个也不是梁先生的独创 就是在整个那个五四时代 那个文化大讨论里面的 这样一个外言的 这个把这个内容 怎么把它调分履息的 包容在这个文化的 这样一个意识里面 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 那么他说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 大致不外此三方面 所以文化呢 就要从这个三个方面来 观察和研究 这是所谓从调戏言之 那么如果从调贯言之 就是你要给文化呢 一个核心点 就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不是说一堆的这个材料把它攀开就是 你总的对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 什么是文化 这个是梁先生非常独特的一个进路 那么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 那个对这个所谓墨镜的抑郁 这个生活就等于墨镜的抑郁 就是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子 那么这是梁先生非常独特的对文化的一个理解和那个概括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理解和概括呢 它和前面的那个只是一个罗列的 从一个范围来讲文化的就不一样 它就要讲出一种哲学性 这个文化它的根本性在什么地方 它不是说只是一个现象的表达 它要有它的一种根本的这个意义 这个意义梁先生抓住的一个束缘性的概念就是意义这个概念 这个意义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呢就是受这个希哲的影响 那么当时这个希哲的这个传播 也是这个中心文化大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当时这个各种这个西方的这个学说呢 这个也都是这个如潮水关允来 所以在当时人们的这个笔下或者文中呢 这些人物是常被引起的 像舒本华很早就成为当时中国之分子 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个西方的这个学学家 舒本华的这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他对那个所谓这个意义的一些说法 那么尤其是伯格森 他的这个创造进化论 就是在那个救援决议论里面的 那个梁先生就引到了那个勒胖的那个物质新论 也引到了这个伯格森的一些说法 所以在东京化及哲学里面呢 他对这个创化论的这个运用的就更为深入 就是对这个生命冲动这个创造进化的这套思想呢 他是有一个充分的吸收 而且当时这个杜威来华讲学 然后包括像张东松翻译那个伯格森的这个创化论 这些可能梁先生都是身边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实际了解 所以他对这些那个内容的一种接纳和主动的 去把它融合到他的这个对文化的这个本质的这种分析当中呢 也是不奇怪的 但是除了这个西哲的内容之外 梁先生更重要的呢 他是动用了那个佛教的资源 动用了这个佛教为时学的内容 他用那个为时的这个斯芬说呢 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抑郁的问题 这个可能就是当时那些侵犯人物所不可能去讲的 他说这个生活呢 就是事的相续 那么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相分 然后一事又一事 接续涌现不已呢 就是相分不断 当我们问这个事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这个事呢 有一个描述和理解 所以这个事有一个描述和理解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见分 然后这个问之不已 追寻不已呢 就是见分不断 这样这个相分见分呢 就构成了相续无已的这个生活之流 然后宇宙呢 就并不是什么实体性的存在 它实际上呢 就是在生活的这样一个大流当中 相续变现 生活呢 这个 就是这个事与 这个事和那个问的一种有机融合 那么这个迁流 那么这个迁流不住 相续而转的绵延 那么梁先生认为这个呢 就是我们来理解人的这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的一个根本之处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相续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不断的要把这个墨镜的意欲呢 不断的去突破 从这个定居当中呢 不为出来 用现在的我呢 去超越这个前词的我 这种努力呢 就是一种所谓奋斗 是这个生活的 或者是人的一个本质 那么生活呢 就是奋斗 所以梁先生的这个墨镜的意欲 他实际上呢 是有一个佛教的和这个西方的这种思想的一个 嫁接和融合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呢 应该说是得以于他早年 对那个维持对佛教的这些 这个的一种一个金属 这样的话呢 他讲的这个世界表象 跟这个舒本华的这个就不一样 就是他不是一个彼此分离的 不是从那个所谓现象物资生的这个 对立来讲 而是要讲这个互相连接 它形成了一个所谓无边无际的长流 整个宇宙的进化生命的一个变迁呢 都属于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有那个西哲的这个意欲的影子 有那个舒本华的那个 有这个包括伯格生的这个绵延的这个影子 但是它是落到了就是这样一个融合之后 所讲出来的一套东西 那么这个包括对那个佛教讲的那个十二元生 就是这个意欲它是不是无名 因为这个无名在十二元生里面 如果是无名倒数的话 这个在佛教里面是被否定的一个东西 但是杨树明的讲的这个意欲的 它是最后是落脚到了一种 生机勃勃的人类创造的这个活动当中 它具有一种积极能动的文化建构的 这样一个意味 那么和那个佛家讲的那个 十二元生的那个无名倒数的那个无名呢 就不一样 可以说有一个根本的翻转 所以它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改造 所以这个无尽的抑郁 将去不断构成的生活 对这个生命的这个认知来讲呢 杨树认为就有四种这个可能性 一种呢是可满可以满 这个一种呢就是不可定的满 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条件 不一定完全都能达到 第三种呢就是绝对不能满 比如说这个长生不辞 发不凋谢 违背自然的这些东西 第四种呢就是无所谓满足无所 那比如说这个艺术是吧 歌舞音乐还有人的情感的发挥 那么它无所谓满足不满足 所以根据这样一些思想呢 那么最后梁先生得到的 就是那个所谓我们熟悉的这个文化的三路像的问题 所以这个三路像呢 它是有一个逻辑弄正的 它是从那个中西文化的一些背景 把它逐渐的汇聚 然后再把这个所谓三路像呢 这个打出 不是说一下就直通通的讲这个三路像 但是前面有很多铺垫 很多对那个中西印的这个文化的一些理解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三种这个录像 这个前面我还有 就是这个三路像啊 这个这个三路像呢 等于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刚才我讲就是前面那些呢 这等于都是他得出这个模式的一个 一个 一种出现或者前奏 这个本来的录像啊 就是他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抑郁的一个本有的那种状态 不断的去追求 不断的那个突破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 它有一个中和啊 有一个对这个自 这个自我的这样一个心理的状态的调试啊 第三种呢就是来取消这个 这个问题 就是不是一味的向前追求啊 而是要有一个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呃 陪树先生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两种啊 这个是 我们中国和西方的这个文化的一个 很大的差别 呃 梁先生的这三个路像之说 他最后用了足球 郑重和艳与 这三个关键词来这个 带过 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我下面呢要着重分析一下 他的这个三个路像 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 呃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文明的路径 那它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都知道从那个 这个严富的这个 天眼论的翻译之后 进化论的成为 几代中国学人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呃 不辨知信条 我们对人类文化的这个理解 我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我们对一切问题的分析呢 都是立基于这个进化的思想 那么这个进化论呢 实际上我们看那个 梁启超在 他那个东渡的那十四年当中 受那个 加藤洪志他们的影响 那么跟严富的这个 直接从西域的这个 有一些差别 但是当时在知识分子的 这个心目中的这种汇聚呢 就是把它视为是一个 不能这个质疑的 这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天条 啊 那么在这种这个思想的一种 笼罩之下 人们对那个历史的理解呢 都是一个一元的 直线的 直线眼镜的这种现新历史观 所以和那个孔德讲的就是 这个宗教之后呢 就到全学阶段 全学之后到科学阶段的 这三段的这个说法呢 还有我们更熟悉的 这个五种形态说 这个都是如出一辙 都是有一个所谓 进化论的这样一个基底 那么在这样一个根本理念的 那种表达之下 不管是分析什么问题 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所谓进化论 或者是文明史观的这样一个眼界的 来看待各种进化 所以这个西方是文明的 然后东方呢就是野蛮的 这种文明和野蛮的这个二元对峙呢 也构成了一个不变的框架 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主义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正在这种心态之下呢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要求变 要从这个野蛮向文明去演进 那么要 遵循这个进化的这样一个道理 来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成为 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一个选择 所以这样一个历史观 或者文明史观呢 那么当然在梁先生那个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主流的 是一个主基调的这个身影 大家都是按照这样一个理解呢 来看待各种文明化 看待各种 但是梁先生的这个奉献 或者他的特殊之处呢 就是他不走这个 所谓一元眼镜的这个史观 他是按照一种模式弄的这种 学说呢来讲这个文明 所以把那个中国和印度 和西方文明呢 作为一个歧列的这样一个 一个对象 那么这样一个 这个情景呢 我们很自然的想 就想到那个文化人类学里面 那些流派 就是他和那个早期 比如摩尔根的那个 那个历史 那个文化进化的 那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这个恩格斯家庭 所有国家起源 是受那个摩尔根 没影响他们的影响 是按照那个理论呢 是讲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是梁先生显然 不是按照这个理论 他讲的是更接近 可能后来我们讲那个本尼迪克特的那个 那个文化模式的这个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 因为本尼迪克特在三十年代写的这本书 后来在文化人类学界 对文明的一些研究里面的成为一些经典性的一些 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按照一个一元眼镜的 大概就是新青年的这些人讲的 就是要拥护德先生就要反对 统教 礼法 征结 旧农理 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 这个旧艺术 旧宗教 拥护这个德先生 又要拥护赛先生就要反对 就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个等于是两个必须其一 是一个必须要选择的 没有中迁路可走 就是你要么拿这个 要么你就要把那个抛弃掉 但是按照这个文化模式弄的这个 可能跟我们今天的 就是或者后现代的一些理念 它就有一个通万之处 就是那个Magiculturalism 这个多元文化的这种理解 对文明的一些理解 而且我们发现在今天 这种思想和声音呢 越来越成为一个主题 就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选择 发展道路的这种权利 然后文明没有这个 高下这个优劣之分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选择 它是一个历史 一个传统积累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这些思想呢 我们在梁先生的这个 三模式的这个框架里面呢 都能够找到 他的一些 一个相同的东西 然后梁先生还有一个 可能不为大家所 故意的就是他有点 他的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解 就是关于这个三个层面 按照那个五四以来的 一般的学者的认识 那肯定中国只有在这个 精神性方面可以 占据一些地位 有这个所谓东方文明的 一种这个优长之处 而在这个物质方面 在社会方面 是要去心甘情愿地 向这个西方学习看起 但梁先生不这么看 因为尤其是到了后来 他写的一些文字里面 他对这个问题的 是有他的一个 什么 一个诚客的一个理解 他说 就是这三个方面 就物质生活方面来讲 中国人的实际上 是最了不起的 他说 中国人呢 他是 就是有一种这个 安分知足的 这种乐天的精神 就是 就是 是那个享受 跟他眼下有的那一点点 而不做一种 舍望的那种 奢明的那种追求 在物质生活方面呢 这个大家 这个认同的歌颂 是一种简单素 所以和那种 无止性的欲求和欲望满足的 以这个欲望 是不是能够得到满足的 这个苦乐值来定位的 那个物质观呢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物质的富有呢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就是 在这方面呢 这个中国人呢 他有他的一些 这个文化上的一种 独特的一种优势 就他不是一味的 这个向外去 多取追求 他通过一种 这个调适的 在这个物质的 一种满足上呢 他有他自己 这些这个理解 这个也是因为 为什么中国人 有那种 这个自然的 这个融洽游乐的 这个心态 就是 而不像那个西洋人 这个分支电视般的 向前追逐 然后 往往呢 陷入一种 这个精神的 苦梦和伦上 就在这个 享受 极度的 这个得到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陷入 精神的一种 这个 这个是跟一般 说法不一样的 第二个 在社会生活方面 然后 梁先生认为 那个 鲁家龙里的 这个 邪剧之道 核心呢 是在构成 人龙关系的 这个一种 调和相继 在历史上呢 是受制于礼教 是偏于了 异区 个性不能生长 社会性不能发达 那么 在家庭 社会上 处处得不到 一种这个 情趣 不是 就是 啊 说错了 在家庭 社会上呢 能够 处处得到 一种情趣 不是冷漠 对算账 所以梁先生 那个 他的书里面 有很多讲 这个算账的 算计 他说中国人的 这种算计 处处是以利益 或者是以这个 价值恒定呢 来这个 判定某种关系 这种心态呢 中国人比较弱 啊 那么这是在 这个西方的这种 呃 这个文化的 这个状态之下呢 得到了一个 特别的 这个声张的 一个状态 那么使得 这个人情啊 这个陷入 这个 这一种 然后在精神生活方面 是我们 常常去歌颂 这个 这个 中国文化之常 但是梁先生 有他自己上 他说在精神生活方面呢 这个就要去 思量了 啊 比如说这个宗教啊 这个本土所有 只是处于低等 低等的这个动机 所谓这个 过福长生之念 然后没有西洋宗教的那种 伟大伤爱精神 文学与诗歌 如诗歌 这个戏曲 虽有这个聪明精巧之处 总觉也少伟大的气概 深厚的思想和真情 艺术如音乐绘画 这个他说他不慎动 但是他认为呢 这个 好像这个中国也是 只是偶然一现 而和西方的这种 普遍流行的这个文化情况 是不一样 那么至于这个 这个知识一边的这个科学 那么就更少 这个哲学啊 这个也不一定就比西洋高度 所以他是反过来 他把那个精神的这个层面的一些 中国文化的缺失或者不俗呢 反而讲的很多 所以在这三种这个形态 这个物质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方面 这个精神生活方面 我们看那个梁先生 他不是按照那个社会的 一般的种理解来讲 他有一点那个反弹评怕的感觉 那么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因为他要肯定这个中国文化 你不能只从精神上去讲 你要从那个物质基础的一些 这个就是生命的这种 本源意义的一些问题呢 来那个给他来做一个弄证 这个大概是梁先生的苦心所在 就是作为生活动力的这个抑郁 那么这个是和物质相关的 如果在中国文化里面 你找不到这个基点的话 等于这个原点上 这个中国文化就等于就 没有办法和其他的这个文化相比 这个我们可以再思考 这个是梁先生 讲到的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当然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要区分开一个 就是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 就是梁先生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龙儿统治混在一起讲 但我们要细读那个东西文化极致哲学 他也是在一些问题上 他有分层的 有不同的那个针对性的 所以好像他从这个终极性上来讲 他对印度人民是放在最高的一场 但是我看他们 那个第五章里面得出的结论 他是排斥印度 他对那个所谓中国之佛化大兴的 这样一个局面 是极为不满 就是大家都在讲这个佛教 他认为这个是 不是中国之土 是中国之祸 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不能光讲这个佛教 所以梁先生的这种 所谓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观察 和他的表达的还是非常清醒的 就是他对那个印度佛教呢 他是认为是应该在这个时代的 应该是丝毫不容易 而对那个西方文明的要 要虚心去学习 要全盘承受 但是要根本改作 就是要变那个态度 刚才那个 陈鲁先生说的那个态度 然后第三个就是 对中国的这个 也不是把它简单地拿出来 而是要 要做一些这个 一些变化 就是批评的 把中国原来的态度 而不是这个盲目的 这个简单的拿出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梁先生最后 他的文化观的结论呢 就是说 他反思那个清末民族以来的 各种各样的思潮 尤其是 这个从晚清的那个佛画的倾向 或者说他早年在 进入其中的一些切身感受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我们不能再送着那个路来 讲这个中国文化 那么中国要 这个走的是 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之间的一个 怎么来找 这是他的文化观 当到49年底出的这本书 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 又有非常详细的一些 这个表达和这个 聊述 这些观点呢 我想也是梁先生 及他 这个多年的这个 社会生活实现 和这个实际的观察 和他早期那个 对 这个 主持各家的那个思想的一些 那个理解的 这个基础上的来 讲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很多都是很大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回想 就实际上 这个 对中西文化比较呢 到了那个 4950这个时代呢 实际上有一点点 就是已经有一个 比较定型的状态 因为在50年 那个像唐君毅的 那个 中华文化之精神价值 大致讲的 包括后来那个 58年那个宣言 也是那个 唐先生祈祷的 那跟梁先生这个呢 就非常的接近 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很多 很多理解 很多这个解释 它是有一些相通的东西 可能角度或者 动用的资源有区别 但是 有些问题呢 它是可以打通的 所以后来这个 梁先生也被 放在这个心如家里 我想就是对 中国文化的一些 特征和它的根本性的 这个理解认识呢 那么他们这一派人呢 就是有这个 相当大的这个 文革性 相当大的 好 这个文化观 这个就讲这么多 关于那个社会政治实践 我想这个都是在 梁先生的整个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 理解 这种认识 这种这个 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反转出来的 因为梁先生也一直强调 就是他的这些活动呢 他不是这个 没有来由的 他都是有一个 所谓这个 就是他的一种 思想的一个基础 他思想的背景 包括对中国文化 对当时中国社会的 各种这样的问题的 一个把脉 那么他所要 这个采取的一种 实际的这种行动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它是有高度的一种 契合性 或者是某种融合性 如果没有梁先生那些思想 我们很难去理解他往后的这些社会实践活动 因为这一大块很多 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就不讲了 就是第二个大问题 我们就讲到 最后一个问题 我再简单地归纳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就简单地再归纳一下 那么这个梁先生 这样一个分配的 这个人生阅历和 复杂的这个 变化 他是一样这个几十年的这种 争斗追求 所思所想 我那个对中国的这种 切身体内 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为什么具有一种长久的一种影响力 一直到今天呢 这个梁先生很多思想的 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回味 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他都是通过他的一种 身心性命的一种体悟 不是从一个外源的 只是一个书本上的 一个从知识形态的一种 这个理解和把握 他是通过他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活动 一种这个建立 把这些东西呢 融化到了他的那个 整个对这个 这个人生 对这个实在 对各种问题的认识 所以他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实践性 所以这个实践有时候 不是说一定是要去做才是实践 这个实践性呢 是跟生命态的一种东西呢 是有关联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实践哲学 讲实践哲学 这个实践不是说 要去做的那个东西 才叫实践 那是一个狭义的 所以这个实践 它有更深刻的一些内涵 我想通过梁先生的一生的奋斗 这个实践 除了他的一些行迹之外 他的意义的一种呈现 可能更为可贵 就是我们理解一个人 他的这个生命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社会上 怎么去表现 那么这个精神呢 才是我们当和那个 要去弘扬的 最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个是后来 这个人性与人生里面的 等于是从那个 他东西文化及哲学 讲完之后呢 实际上就在构思这些东西 这个几十年都在想这些问题 等于要给在儒家的这个思想里面 找一个归结底 所以最后 到他那个晚年 他完成了这部著作 在1984年 那个学龄 印了两千本 当梁先生给我签了以后 我今天也打来 这个当时花了两千五百块钱 付费 这个 这个是他的 可以说是晚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作作 那么他晚年的这个思想 或者我们今天去反思 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 这个儒佛的问题 这个儒佛的问题呢 因为后来这个爱恺呢 他最后用了那个最后的儒家 加上那个后来人们对梁先生的 这个一生的这个实践 对他的这种政治的一些关注 这个有很强烈的一些现实的背景 那么因为此呢 这个大家注目于梁先生的这个人生呢 比较多的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儒家 当然梁先生是一个大儒 是现在新儒觉的一个开山荣物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刚刚说 我那个师弟这个王宗宇 我本来说今天他要在的话也来 他叫我们 他当时也要做那个梁先生的这个论文 我是选了熊师利 然后唐先生就安排他写梁书 他就去采访这个梁先生 可能那个就是谈的更多 后来就把梁先生那个问答录呢 就整理成一篇文章 发表在1985年的那个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 这个也是唐先生主编的一本集刊 那么那个问题的主题就是 是儒家还是否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光是那个 他采访的时候 梁先生可能表达的非常强烈的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看从80年那个 林奇艾卡他们采访 到后来80年代 初期的很多的那种采访 这个都成为一个 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来解释 是一个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了解的这个梁先生 早年思想的这个再转再变 对他的那个所谓 有福转如的这样一个历程 有更深切的一种 这个理解和把握之后 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梁先生他自己呢 也有很清楚的表达 就是我刚才强调 就是在21年 他的那个东西文化 即哲学发表之后 尤其是24年 离开北大教习 到那个桃州去去办 那个区府中学 到后来的一系列的 这些实践活动 还有奔走国事的那些工业 也是他晚年那个特别 强调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内容呢 他实际上都是 他那个所谓 由佛转如意图 然后表达出来的一些形态 这个形态呢 大概我们可以 从这三个方面去理解 就是刚才我反复强调 那个北大的这个客观幅度 当时这个新派人物 对这个传统学问的一种低压 那么梁先生呢 这个等于他是不能那个忍受 所以要起来 要跟这个新派呢 要做一些弄辩 另外就是 这个跟他早期的 这个痴迷佛教的 这个人生状态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生活价值呢 有一个新的理解 那么他得到了一个 一种忠实感 所以他对这个现实人生 对现实社会的很多东西呢 他不再排斥 而是有一种积极的这个入世态 那么造成了 我们那个最后的辱压 第二个就是 这个他的父亲 这个我前面也强调 对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深刻的影响 那么 这个梁继的这个投金叶胡这件事 我们看后来 他的 他包括编这个棋子 对他父亲编这个棋子 包括他的一些文章里 文字里面的那个表达 实际上对他的这个转向 是刺激的 这个像是中国人 就是刚才 吴先生讲的这个孝道 这个老辈和少辈 这种精神的一个感召 和一种无形中的一个传接 这个我想这个梁先生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这种 关注社会的这样一种情怀 包括他那个 乌生不出如 乌桃不出如河 那篇文章是1917年 1917年写的 那个时候他本来是在学佛教 但是他在这个在外面游历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景象 他是有一种那个 与心不忍 对他的那个 这种人生的这个感受的刺激 所以他那个文章里面 直接有表达 那他后来这个24年之后 投入这个社会运动 那就更不用说了 合理说可以说是权力以赴 把他的这个生命呢 都投注到了对社会的这个改造 和试图改变的这样子 这是这个所谓 最后的儒家的这个梁树民 最后的梁树民 那么这个梁树民呢 那么显然他是 呃 体现了这个儒家的一种精神 或者是一种担当的情怀 或者是那个 一种入世的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色谷 但是这个作为儒家的这个梁树民 呃 是我们比较呃 呃 关注的 或者是为人所敬仰称颂的 呃 尤其是他的这样一种真正的这个铁骨 啊 这个面热精神 这个以德康卫的这种情怀 是我们当代人特别敬佩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全面理解这个梁先生的精神世界 尤其对他晚年的一些著作 一些文字 怎么去读 怎么理解 如果只讲这一面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供货 或者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梁先生的 内心世界的很多东西呢 能够容纳在他的这个形象里 那么这个就是佛的 他往往可能是一个内里的一种前影的 不像那个乳的那种表现 那么极致鲜明 啊 那么亮眼 他的这个精神世界的内里呢 是有一种这个 这个佛家的一些内 那这个佛家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前面讲 就是他的那个三个路向 他对走印度的路 是不接受的 他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我们看 他的这个情节呢 实际上是 这个中期一生并没有消除掉 就是对佛教的 这样一种这个理解 这个一些深刻的认识 因为从晚年的一些文字 和留下的一些访谈里面 他是把他自己归入佛家 那么尤其后来的这个 寻良之变 他跟寻先生的一些差别 也是从这个如佛的 这种不同来入手的 这样就是 这个这个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有某种紧张性 或者对峙性 就是这两个东西呢 好像是这个 一个一个 跳来跳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说 就是 他的这样一个 晚年的这种表达 晚年的这个自白 他是回到了一个 我认为是回到了一个 新的一个层面 就是在这个所谓 世间和这个 初世间之间 他修正了过去的 这样一个 如福不能那个 定例 这个力然化解的 这样一个成绩 那么他认为 这个可以来辩证的理解 两者的这个 相相同的关系 我们从他 晚期的一些著作 包括那个东方学术概观 包括这个 人心与人生 那么这些这个书里面呢 他对那个 早期的 把这个佛教的问题 和那个现实观态 这个截断的这个方式呢 他是 有变化 有变化 所以他认为 这个世间和初世间呢 就是一个 现象和本体的问题 这个世间是现象 这个生命无度 初世间是本体 这个生命 无生命可言 所以他分析这个 初世间所包含的一些 内容 我们看在那个 人心与人生里面 他谈了很多 就是 怎么来理解 这个所谓初世间的内容 那么跟那个 早期讲这个佛法的 那种初世主义的 那样一个人生呢 它是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 就是怎么样 这个记忆消除往前 这个转世成之 更新自我 又能够断世间 互为这个明世世间所转 就是能够把这两种 这个人生态度呢 能够包容起来 而不是这个 结为这个两绝 所以那个 梁先生在他 晚年的著作里面 强调这个 实际上这个初世间呢 也是一种真实 它甚至比那个世间更真实 就是它是理解 或者是真正透彻的 这个了解的这个生命的 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我们说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里面 这个三个录像呢 好像这两个东西呢 它是有一种规定性 因为当时梁先生 全副精神应对的是 第一项问题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 新华文化的挑战当中 来解决中国文化 所面临的这个急迫的问题 但是到了晚年 它再回到这个 人生三大问题的时候 虽然好像是旧化纯禅 但是意义呢 却有不同 就是它更多的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种终极性 和文化的这个终极意义呢 来谈这些问题 就是跟那种 现实的一些急迫的那种 这个理解呢 就有一个距离 这样的话呢 它说这个佛教 它的一个就是一个 归结的这种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个 价值的这样一个层面 来理解 就是 他认为就是 这个 这个要达到一种 真正的自由 自在自如 那么就必须要理解 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那个出世间 不是 决断性的那种出世主义 就是宗教层面里面的 很多精神问题呢 是可以给我们在这个 现实的这样一个 世间的生活当中呢 提供某种 这个依据 或者是一些道理 所以他在 《人性与人生》的结尾处呢 他最后的结论 就是 如佛不一不义 道德宗教 不一不义 世间出世间 不一不义 那么这个大概 恰恰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到了这个 梁先生的晚年呢 他把这样一种 透彻的理解呢 又做了 进一步的一个归纳 对这个就是 他对 那个《人性与人生》里面 对这个 这个出世间的一些 很细的一些分析 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们世间的 这样一个道德的这种 或者人类的 道德的这样一种状态 道德的存在 那么他和那个 所谓世间出世间的 这个问题 怎么有一个 一个对接 或者那个宗教 和现实人生之间 这种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在《人性与人生》里面 是他很重要的 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看 这个和梁先生 从四十年代 不断总结自己的一生 到后来不断表达 他的那个 内心深处的一个纠结 也就是中国问题 和人生问题的 这样一个 用适抉择的 这个外在的 行迹的问题呢 它也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呢 等于是一个双轨 是一个病情的 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呢 他的医众 或者是情形的 这个有一些调整 但是可以说是 他一生呢 都是在这种 这个所谓 就是社会和人生的 这样一种 不断的这个思考 和追求当中呢 这个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同一个时间呢 就实际上对梁先生 就有了两重的这个意义 就是解释的意义和改造的意义 这个可解释的这个时间呢 有多种可能性 有多种设想 各种理想 各种模型化的 可以根据于人的理念 而可改造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多少可以选择性的 就是不以人的意义 转移的一个历史的 继承的事实 而这个解释时间呢 那么它最追求的是一种 悬远的这个终极性的问题 而这个改造时间呢 它主要要面对的是 现实的社会的用程 这个对我们理解 梁先生晚年写的一些东西 他的这个福祉自道是很重要的 那他实际上心里是很认识到 就是也是很清楚 就是这两个问题 如果把它捧为一谈 那这个就有些 像有些他写的一些东西呢 就好像就不好理解了 就是这两个层面 在梁先生的内心呢 它是有一个分析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作为理论家 思想家 学者的 我作为这个实践者 社会改造运动的 参与者和 一个现在中国政治人物的 两处民 那实际上是有一个差别 有一个差别 就是 这个包括晚年的问题 当然这些都很复杂的一些话题 时间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展开 就是他晚年的一些 思想的一些转变 这个从1938到1946到1950到1953 几次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会面 这个这种变化 他内心的这种 这个波澜 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变化 这些问题很复杂 但是我们要看梁先生 他一辈子的 他是 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他有很多理想 但是如果跟一些 玄学哲学家相 他更重视的是一个 现实的 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一个 不是一个 风想的这个 一个理论家 他是有 很强烈的这种社会的一种 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 感受和担当 所以梁先生尽管主张 这个中国社会特殊论 认为传统中国社会 没有严格的 没有真正的 意义的集体生活 然后他是一个 隆立本位的散状社会 所以不需要革命和阶级斗争 这个观点他是 坚持他一辈子 但是到了49以后 这样我们看 他对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观察 和一些新的理解 这个是有变化 所以那个中国文化要义里面 这些观点 我想在 60年代之后 梁先生写的一些东西里面 不一定是 完全在 坚持或者是 又简单重复 他是有一些 那个微调 我们要细心地去读 这个里面的一些微调 那么这个就是 一种现实 对他的一种 某种 就是某种这个 某种影响 某种影响 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强调 梁先生的 不凡之术 就是他 资认他改造 世间的这个活动呢 是失败了 但并不意味着他 全部放弃他所 以往所有的能力 那么在那个具体性上 他可能认错了 但是 从一些权 权解的这个方式上 他有他的坚持住 坚持住 就是他一直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这个 这两个层面呢 在梁先生晚年的 那个著作当中的 这个 也表现出来 包括对 儒家的 这个复兴的一种 一种满怀的这个期望 这种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重要过 所以尽管那个 像在 70年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 他能够坚持这个儒家的理想 对儒家的 不幸充满的一种 那个信念和希望 我想都是跟他的这样一个 这个思想的时间在一起 这个 时间关系 我就只能讲 谢谢大家 谢谢金海 喂 谢谢金海峰的 刚才对 梁老师们赐奖和梁老师们的 今日世界 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 因为我们就不再去 再去 对他那个问题 再做更深的去讨论 因为这种讲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下面就请 赶金松教授 对他的讲座 做了一个概述评论 是吧 谢谢王老师 也谢谢那个 金海峰教授的 那个特别精彩的报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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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因为这个属于 这个 狗尾虚雕 所以做评论 其实有时候是 不太那个 就是不太容易 但是呢 因为今天听了那个 金海峰教授的那个 讲座以后呢 因为恰好我自己也 对梁先生的思想 有一些关注啊 就是我也谈一些体会 那么 主要是 针对金海峰老师的 讲座的内容 说一些体会 我做一个 那个 简列的一个标题 就叫说 听完 金海峰老师的讲座 就是我们可以充分 体会到 梁树民 惊人世界的 丰富性 复杂性 和层次性 我大概从这个 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从那个 辱佛关系和 出世和入世的角度 当然这个 这个问题的确是 前两天跟梁树林先生 在北京社科研的时候 也谈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怎么看待 梁树民先生的 那个佛教的 这个 终身持数的 这个部分 但是呢 我觉得 除了我很同意 金海峰老师的 那个报告的内容以外 我还有一点 小小的补充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近代的思想界里面 有一个知识分子 大多数都有一个 吸收佛教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近代的 思想家 接受佛教的 观念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 完全是从 出世和入世 这个角度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 谭世彤 康尔维 张太炎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对于 佛教里面 他当然是会 特别吸收 佛教的 慈悲的思想 但是当他们 吸收佛教的 慈悲的思想 可能会跟 儒家的 不忍 就是孟子所讲的 不忍人之心 结合起来 那么这种 这种结合呢 他们会在 近代思想 思想家身上 表现出一种 特别 特殊的 这个精神的气质 这种精神的气质 不是 退隐到 山林里面 而是 积极地 参与社会活动 这就是 像 这典型的 就体现在 谭世彤身上的 这种 烈士精神 梁启超 也夸过 就是说 近代的思想家 他们接受 佛教的思想 他不是说 他们要退隐 到山林里面去 而是说 他给他们 培养出一种 很强的 牺牲的精神 这种牺牲的精神 让他们 更有一种 很强的动力 投入到 这个改造社会 服务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去 这一点我觉得是 我稍微要 补充一下 当然就是 梁树明先生 身上就是 也很典型地 体现出这种 这种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他终身 对佛教的 对佛教的 这个佛学的 这个信念 都是不变 但是呢 他的这种不变 同时 他又展现为 一个 像景海峰老师 所讲的 现代信用学的 一个开山 这个开山 就是要为 孔家说话 要积极地 投身到他 社会的服务中去 然后面对 各种各样的挫折 我觉得怎么变为 他应对 这种复杂的 社会环境 或者这种 精神困境的时候 那种自我解放 和自我鼓励的 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这种 入世和出世的 这种矛盾 其实在 近代思想家身上 都可以体现出 这种很明显的 这个借助佛教的 这种 或者佛学的 这种精神态度 在他身上 转变为 行动力的 一种面向 第二个问题是 想说是 中西问题 和新旧问题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特别有意思的 在梁树明先生的身上 刚才 景海峰老师 也提到了 就像他的 东西文化 其实哲学里面 我们知道 他对于 他是到了 北大以后 因为是 因为是 这个新华运动 就以新青年为代表的 这个新华运动的 这些人的观点 梁树明觉得受不了 就觉得 觉得听不下去 一定要 一定要做一些反应 但是这种 听不下去的 这种 这种反应 跟 跟当时 还存在的 一些极端的 这种 守旧派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 看到 景海峰老师的 这些 我们都知道 梁树明先生 从小学开始 就读的是 新式学堂 他自己也说过 他对于儒家的 他没有经历过 那种 私俗 或者说 系统的 学习儒家经典 这样的一个阶段 从梁济开始 他们家 都是 一直是很开放的 他跟 张生甫 他们这一些人 都是同学 那后面 张生甫 我们都知道 他都转向 学罗素 所以 所以他对于 新旧和中西的态度 他不是一个 他要破除的是 那种二元论 就是要学西方 我们必须把中国 中国的那一套 这个所谓的 家族伦理 这一套 给他舍弃掉 否则的话 就不可能 那梁树明先生 他由此才可能 正是因为 他在中西和 新旧的问题上 展现出 他那种独特性 所以刚才 景海峰老师也说了 我们如果去读 他的东西文化 及哲学 我们就会发现 他里面 可能引用的 更多的是 西方哲学家的 那些观点 好像 刚才举例的 伯格森 这样的一些 孔德 这样的一些观点 这样的一些观点 对于他来理解 东西文化哲学 中西和新旧的问题 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 就是我要想讲的 第三点 就是他的 所谓的线性 历史观和 多元主义的问题 这也是刚才 景老师 特别强调的 那这一点 其实也是 跟刚才我们讲的 他对新旧和中西问题的 复杂性 可以体现出来 那么这一点 其实也是梁树明 身上比较 有矛盾的地方 有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 首先 他会强调说 中国 西方 中国和印度 这个是一个 三种不同的文化的 样化 所体现出来 三种文化发展的模式 那么 因为他讲了三路向 其实他等于是肯定了 每一种路向的合理性 也就是肯定了 西方文明的合理性 中国文明的合理性 和印度文明的合理性 他因为在物质的和社会管理的方面 他有一些进步的地方 所以他展现出他自己很强的力量 但是呢 这种就是所谓的向外所求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 文明的模式 他会走到一个极点 极点以后就会转向 持终的文明 就是中国的文明 那么到了中国的文明 最后 刚才景老师也讲了 他在这个文明的判断里面 他其实内心深处 他可能会觉得印度的可能 或者是更高级的 因为问印度的是向后看 当然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讲 这跟他讲的那个 人心和人生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身心问题有关系 景老师刚才讲了 人心和人生的问题 可以体现出 说梁书明的这个文化观念 好像这一出 他进入中西文化基础哲学的时候 他只是要应对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那些 激烈否定传统的人 他所要提出的那些观点 但是到了他人心和人生的时候 他反而长变为一个 更为普遍的一个文化问题 这个普遍的文化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认为西方文明是 身对于心的压制 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欲望 我们被我们的欲望所控制 而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必然是人心对于我们的 心对于我们的身的那个控制 就是心对我们的身的这个调节 不能叫控制 所以这是一个文明观的那个问题 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 这个梁书明的线性的历史观 和他的多元主义之间会产生矛盾 因为既然你承认了三种路向的话 凭什么现在是西方的 接下来是中国的 接下来是印度的呢 就是说你这种 既然我肯定了这三种文化的路向 那既然梁书明也说 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批评西方 而是我们不是要批评西方 而是我们学不会 我们即使想跟他学 我们也学不会 为什么学不会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样态 跟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可能学会他那个东西呢 但是他又同时认为 西方中国和印度有一个前置 就是逐步发展的这个阶段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其实就会 就会给大家一个多元主义和 线性历史观 在梁书明的思想里面 并成的那个方式 并成的可能性 那么这种并成的可能性 其实也是 梁书明的思想里面 比较值得分析的一个地方 那么第四点就是 观念和实践的问题 刚才我们听景老师的那个报告里面 他核心地强调了 就是他的这个文化观 和他的乡村建设实践 是有密切的关系 梁书明自己有一句话 叫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不是 我们后面讲的新中国 他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去认识 旧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他会提出 我们是一个能力本位 我们是一个职业分徒 我们没有阶级 所以不可能革命 我们也不可能搞议会 也不能搞政党 我们不能那样做 所以他其实 这个是他的文化的观念 那么这个真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观念 好吧 他就是说 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话 我就是要去培养 中国人的新的政治习惯 这个新的政治习惯 就不是按照西方人的那种 政治活动的方式来培养 而是说他觉得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能力本位 职业分徒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话 我们应该在新的社会里面 产生出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政治样态 那他找来找去 他发现乡称可能是建设新的政治习惯的 一个唯一可能的地方 他也想过其他的方式 但他认为是一个唯一可能的情况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他进行到从半中学到周平 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但是这个动力会面临在 观念和实践之间的巨大的冲击 就是梁树明认为 要搞乡村建设 首先必须得是城市的知识分子 下沉到乡下去 但是他发现 他喊了半天 就是所谓的 喊了半天没有人动 就是没有真正的城市的知识青年 下到乡村去 那么这个新的政治习惯 其实基本上是形成不了的 这是一个所谓的人员配置上的困难 那么更大的困难就是 他搞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 后面遇到了日本入侵 然后抗日战争 然后军阀 其实也是个军阀 那么那些复杂的政治行动 所以我们现在不好判断 他的周平的乡村建设运动 如果没有遇到抗日 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 那么当乡村这条路走不通以后 或者说现实没有给他 继续走乡村道路的那样 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 他开始进行了新的 像这个宪政和政党的建设 刚才我们讲的同盟会 或者说他在国民称政会的时候 进行了一些政治的努力 但是这些政治的努力 其实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梁树民的政党理论也好 法治理论也好 其实是跟西方的政治法律 是不一样的 他依然是在做建设中国的政治习惯 就是中国人的政治习惯的 这样的一些事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和实践的冲突 也给我们去认识梁树民先生的思想 或者说文化观的复杂性 提供了一些障碍 首先因为他有一些比较确定的想法 就是像景老师所说的 有些他是一辈子不变的 但是他也有一些权法 所谓的权法 就是儒家的经权的权 这个权法就是说 他面对一个现实的政治环境的时候 他会根据当时可能的政治环境 提出他的主张 所以这些主张 其实我们会发现 梁树民的核心的关切 所谓的慈悲心和不忍人之心 所谓的民本主义的这个立场 始终是没有变的 但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的时候 他对一个现实问题的处置的时候 就会出现他的灵活性 和他的多种可能性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激烈性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 所以我听了这个景老师的讲座以后 我的一个简短的评论 就是他的精神世界 他的精神世界可能是整个二十世纪 就是所谓的 他历经了三个朝代 这个晚清 清朝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他又有了无穷多的 跟核心的政治人物接触的可能性 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体现出 异于当时同时代大多数的学者 所不具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和实践性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也是梁树民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 就是我们未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家 就是让我们透过梁树民这面镜子去理解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或者中国文化人的社会关切和文化关切 透过这样的人去看待一个知识分子 如何在坚持他的道德理念和进行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所进行的一些复杂的这种 折衷和调和的可能性 那我个人认为 它特别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波兰脏扩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那么对于我们理解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 我个人认为 依然梁树民是一笔十分重要的财富 好吧 我就评论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盖宁树这个 前面讲座做的一个评价 评议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